世界各地大多数身在悠久历史文明圈或深受其影响的民族 除了个人名字也有姓氏 当然了 注重祖先祭祀家族传统的华人不再例外 可咱们早期的姓和氏 名与字是分开的 不同意思的 三国民都知道 所以名字的分别这里就不多谈了 那么姓氏是什么概念呢? 为何现在都混为谈了? 在遥远的死前时期 我们的祖先有些已经慢慢察觉到 近亲交配生下的孩子总是有很多缺陷 不利繁衍 为求区分血缘关系 各个部落开始有了自己的图腾 演化成姓作为家族代号 再开这个姓字的结构 会发现到是 女生的组合 就是要知道是哪个女子生下来的 因为当时处于相对原始的母系社会 想过这呼呼嘿嘿的日子 吃饱睡觉啪啪啪 吃饱睡觉啪啪啪 没有所谓的夫妻概念 孩子们和妈妈完全不清楚亲爹是谁 所以家族成员的世袭也只能根据母系学童来决定 稍古好几个大姓 鸡 姜 银 云 呃 呃 唯独 都是带女字旁的 不能想象是个女猪男卑的时代 可在人类迈入了农业文明后 有劳动力优势的男性 掌握着更大的话语权 主宰着资源分配 制定了固定婚姻关系 夫妻社会成为了历史必然的趋势 孩子们的姓自然就开始转向跟随老爸 由于人口突破性的增长和阶级观念愈加深化 同性子孙分成了若干姿 三居各处 除了保留姓之外 各个分支的还会以封义 地名或官职等等作为式 简单来说 姓是一整个大家族 部落集团世代相传固定的推式 目的就是来看血缘关系 是作为姓的分支 则是会随着几代的环境而改变的 主要是看阶级贵贱之分 只有一姓男女才可以通婚 一般上男子在外都称识不称姓 来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 而女子只称姓 给些例子吧 以华夏史上第一位太后为人行的 电视剧《芈月传》里 女主本为楚国公主 叫《芈八字》 因为楚国王室是姓米 是熊 所以他各个楚怀王 则叫做熊葵 楚国王室同时还有一些庞子 比如 须氏 项氏 代表人物有出名的爱国诗人好 既有曲元 和西楚霸王 项羽 这些都是米姓的王公贵族 按先秦 氏加名字的叫法 我们都不称他们做米元或米语 而是曲元 项羽 要用其四号才妥当 这也正是其中很大的原因 为什么在姓和氏混用以后 最原始的那些姓 比如 姬 云 云 没再怎么听说过 反而现在中国最多的是 王 李章 这些都是从姓延伸出来的氏 成为了主流 至于姓氏为何 以及什么时候开始合为一体的 天赋有限 下期继续聊